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汪哥,我们今天来看一个警察未破案和犯罪换脸的故事,变脸 凯斯特是个恐怖分子,他在一次暗杀探员西恩的行动中误杀了西恩的儿子 西恩因此和凯斯特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 为了抓住凯斯特,西恩忽略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 终在几年后,经过缜密的计划和埋伏,西恩在机场将凯斯特缉拿归案 而凯斯特因为撞击成为了植物人,然而就在西恩落下一口气准备好好弥补这几年对家人缺失的关怀时 却得知凯斯特在某个人群密集的地方放置了炸弹 目前唯一的知情人是凯斯特的小弟小眼镜 为了套出小眼镜的话,西恩通过医学技术将凯斯特的脸移植到了自己脸上 通过改造声带将声音变成了凯斯特的声音 为了不走漏风筝,知道这件事的只有医生和西恩身边的两个人 就这样西恩代替凯斯特被关进牢房 很快,小眼镜就在西恩的圈套里说出了炸弹的位置 然而就在西恩准备带着好消息出去时 却发现凯斯特变成了自己的模样 谁也没想到,躺在病房的凯斯特竟然醒了过来 他威胁医生将西恩的脸换到自己脸上 然后杀死了所有知道换脸计划的人 凯斯特当下释放了被关押的小眼镜 还因解除炸弹而成为工臣 西恩的老婆没能识破凯斯特的面目 连和西恩一直有隔阂的女儿也开始亲近这个假老爸 凯斯特似乎彻底代替了西恩 但西恩绝不是坐以待毙的人 他联合其他囚犯大闹监狱 因为很熟悉监狱的程序设置 西恩很快就逃出了监狱 逃出去后西恩首先打电话给妻子 让他带着女儿出去躲一阵 可是他的声音已经变成了凯斯特的声音 妻子根本不就不相信他的话 西恩只好假扮成凯斯特 去到凯斯特的朋友光头家 意外发现凯斯特有一个五岁大的儿子 但凯斯特似乎并不知道自己有孩子的事情 他派人监视了光头家 发现西恩的行踪之后立马带人发动袭击 西恩抱着凯斯特的孩子突出重围 很快就将前来的小罗罗打败 可是凯斯特躲在暗处偷袭了他们 甚至要打死自己的亲生儿子 光头为了救小孩牺牲 而西恩和凯斯特也终于在兜兜转转之后 在一块镜子面前和对方较量起来 但这场对峙还没有分出胜负 就被一个闯入的警察打破 警察用炮筒对准了西恩 西恩不得不逃离现场 他逃上天台 撞见了监视的小眼镜 小眼镜一看见西恩急忙逃向另一边楼房 结果被荡过去的西恩一脚踹下了楼 小眼镜掉在凯斯特的面前 当场嗝屁了 凯斯特第一次露出了悲伤的神情 想要报仇 可西恩早已不知去想 凯斯特回到警局 西恩的师父 见上司警告他不要乱来 却被凯斯特悄无声息的杀害 并对外声称 上司是心脏病发作去世 而西恩那边逃走后 趁凯斯特不在 投留回家 见到了妻子 他将一切告诉妻子 为了证实身份 还和妻子说了许多过往 妻子一开始十分害怕 但渐渐的也开始怀疑西恩的话 正好西恩的妻子是一名医生 晚上 等凯斯特回家后 妻子趁他睡着 取走他的血液 连夜去医院化验 果不其然 发现了惊天真相 这时候西恩出现了 妻子这才相信 眼前的人才是自己老公 夫妻俩终于对于团聚 但他们来不及 为这段时间的遭遇感到痛苦 因为凯斯特很快就醒来 发现妻子不见了 匆忙带着人赶到医院 正好西恩在妻子的掩护下 早已离开 第二天 上司的葬礼在教堂举行 西恩赶去教堂送别恩师 最后一程 他此行也是要和凯斯特 来个终极对决 彻底了结这段恩怨 两个人都怀着 对对方的仇恨 在教堂里面对面对质 可是凯斯特挟持了西恩的妻子 这时凯斯特的女友 也带着枪来到了教堂 他并不知道两人换脸的事 反而在和西恩相处 这段时间爱上了他 于是他举枪对准了 真正的凯斯特 所有人在千军一发间 同时扣动扳机 一时间枪声不绝 而现场一片互乱 等枪战停止后 仅剩下三个人 分别是 躲在暗处的凯斯特 西恩和他的妻子 而凯斯特的女友 为了救西恩牺牲 凯斯特爬起来想逃走 西恩立马追击出去 两人就此扭打起来 就在这时 西恩的女儿赶来了葬礼 正好撞上两人的枪战 可是他并不知道 看起来是凯斯特的人 才是他爸爸 眼看着凯斯特较输了 女儿拿枪射中了西恩 破旧的凯斯特立马挟持了 西恩女儿 惊慌中的女儿 拿出一把随身携带的匕首 刺中了凯斯特的大腿 讽刺的是 这把刀是凯斯特送给他的 而这样的防身技能 也是凯斯特教他的 凯斯特被刺中后 抢劫了一艘快艇逃窜出海 西恩立马紧追而上 半路上被射中了油管 西恩坐的快艇即将爆炸 他只好跳上了凯斯特的船 凯斯特转过身来 就和西恩扭打起来 两人忙着打架根本顾不上开船 最后快艇横冲直撞 撞上了海岸 两人在快艇爆炸的那一刻 跳上了岸 凯斯特先爬起来 对西恩发动攻击 西恩捡起海滩上的一根 射鱼弓箭扎中了凯斯特 将他步步逼近了绝路 凯斯特知道自己必死无疑 使劲的捏住西恩手中的弓箭 在临死之际 用石头划破了脸 他要让西恩一辈子 顶着仇人的脸生活 他要一辈子活在阴影里 西恩使劲的踹了踹 他弟弟一脚 凯斯特吃痛松手 弓箭顺势射入他的体内 凯斯特就此殒命 西恩终于在付出巨大的代价后 手刃了仇人 拿回了属于自己的东西和样貌 在经历这一遭后 西恩和女儿的隔阂也成功解开 他们领养了凯斯特五岁的儿子 一家人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嗯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